三打雙眼了 南方小伙也来相亲 你又被东北味熏他了 你这口音就是这样的是吗 对对 有点串烟了就哪都有 这种很不爽 因为我不喜欢他 难道小伙梦中的人出现在台上了吗 真是一模一样 连名字的身高还有长相 感觉太像 小伙究竟做了什么 提前牵走了女神 掠去了最后表白的环节 又学了一个泡牛的招是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我是来自大庆的王玲玲 今年23岁 目前在一家网络公司工作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交座的李鑫 今年22岁 现在是一名销售 大家好我叫袁清清 今年22岁 来自安徽 现在是在哈尔滨的一家艺术学校当老师 来欢迎一下我们备选的姑娘们 Hello两位 好的同样欢迎我们的情感顾问 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 资深媒体评论人王晓玲老师 男人获得爱的方式是迅速出击 在燃烧中获得爱的火焰 女人获得爱的方式是慢慢渗透 在平静中品尝爱的芬芳 好来吧 观众们把灯亮起 2016龙氏文艺频道携手金麦郎 共同推出面向全省12个地区的大型相亲活动 6月25号文艺频道主持人将来到哈尔滨忽兰区教堂广场 与您相约 本次活动由亮大多半童选对了好开心的金麦郎 一同办全程赞助支持 今天的第一位男嘉宾呢 他的口音可以萌萌哒 但同时呢 也可以哭哭的 到底什么样呢 来吧 掌声有请 你可真可爱 谢谢 他说话的时候让我想起了那个 我的滑板型 贵州人啊 你来这边是上大学毕业了 对毕业了 现在在这边上班 找自己的东西 又被东北味熏陶了 在这边上班 那今天你的心动女生会是谁呢 来吧选一个 好选完了心动女生 来接下来我们的姑娘们对小伙子第一印象怎么样呢 用灯表示 好让我们通过一个片子来认识一下生活中的陈诚 歌手唱歌都跑调 你唱歌跑调吗 不跑调 你信吗 我不信 真的不跑调 一般唱歌不跑调的人都唱歌了 为什么还要说唱去 因为喜欢的类型不一样啊 对不对 都是衣服 为什么你喜欢这种类型的衣服 而不喜欢这种类型的衣服呢 你就口音就是这样的是吗 对对对 有点串烟了就哪都有 对对对 但是我知道Be BOSS 他们都是可以随便看到什么就可以说的 可以用我的嘴巴来诠释现在的这种氛围吧 好啊 做一个吧 简单的 好 这种感觉相当于 好帅呀 就我这嘴我能学吗 大家都能学 当然都说这个练BBOX的人会越练嘴唇越厚是吗 现在都打什么风唇针练BBOX就不用了 就可以念一下对不对 然后我还特别同情下一位小伙子 话筒啊 话筒上全都拉得喷的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 一个好的BBOX不会流口水在话筒上 大家有想试试的吗 课校学学了 教你一个简单的基础的音吧 就是有个口诀 就是你妈妈教你吃饭 你说我不吃 我不吃 不吃 就就来了 不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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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 你感觉像牙漏风 你感觉看不见 我这就是喷的 这都是呢 不 它是主要是用纯的力量带 对 就是我们纯齿力度好的人会练得更容易 你来吧 你来 对对对 我问一下那你怎么接触到这个BBOX的音乐的吗 上高中说就喜欢看综艺节目嘛 就喜欢OD知不知道 他也会BBOX 就有一天我就看这个节目 我觉得哇 好神奇啊 这是什么东西 嘴巴也可以发出吗 然后我就去上网百度了一下 然后跟着视频自己学会了 对对对 当时那个因为BBOX文化 当时还在中国没有流行 就找各种视频学习 就一直坚持下来了 是学完BBOX之后就是非常爱动吗 因为我看你站在袁哲姐旁边 你就一直在晃啊晃啊晃啊 我身体里边就有一种节奏在促使我要这种律动的嘛 一种一种黑帕的律动 你是兴奋吗 然后现在就一直一直晃一直晃 没有没有 我干什么的时候我都会就有一种节奏 有一种这种感觉 那我问一下你上厕所的时候怎么办 上厕所我会打BBOX你信吗 真的假的 因为厕所的功名很好 就像你们唱歌的人 唱歌的人喜欢在洗澡房念歌一样 感觉你会逼个BBOX 然后那个 什么什么逼个BBOX 反正BBOX 反正逼个BBOX 逼个BBOX 对 你节奏感肯定特别强 那周杰伦他就节奏感特别强 你能来段他吗 就来段谁 来段啥呀 周杰伦 就周杰伦的那个说唱 不是 说你换周杰伦 让你来说唱 这种感觉是很商业的 这种感觉 这种很不爽 因为我不喜欢他 我们喜欢的欧美的一些 可能你们都不知道的 热狗 对台湾的热狗 然后美国的亚瑟小子 然后阿姆这些 你们可以去聊一下 那你来一段他们的吧 来一段他们的 欧美的 我英文不好 我就只会BBOX 然后加一点那种 scritch的那种感觉 瞎唱 对 瞎唱 对 英文 反正我们也听不懂 U DORIDA DIKKAR 这种感觉 YOU DILUKA BOROSA 对对对 卡吐了皮 我不知道卡在哪 这种感觉 哈哈 就东北说唱 东东东东北说唱 东东东东北说唱 U DORIDA DIKKAR 这种感觉 YOU DILUKA BOROSA 这种感觉 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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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切可弄 扬兵活着来一套 我说鸡蛋 你说有 鸡蛋 有 鸡蛋 有 把你们弄挺嗨的 你看 很时尚的 很土气的 加到一起 也会觉得很融 来 你上中间去 我让姑娘跟你配合 六可遥 来 唱歌 不管我唱什么类型的 她都必须能接下来 来吧 来吧 只想转个弯 又绕到了飞机场 把鞋没牵在身上 多怕无患 你比四患多一患 我的老家 爱救助的这个腿 我是这个腿里 独生独长人 好好 三大大 对待着开会 高主席 领导财 你们说什么都难不住人家 发现一个规律 就是这个节奏感非常强的 它非常好配合 你要唱名歌 或是节奏感 稍微不好一点 老师你唱一段戏曲 来个现代样板戏 二胡 看水流进南户口 你雨里 独碎月 不知春 爱人 笑 与春 与春 秋 拦住了 拦住了 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 这个两个极其不搭的 我在难为这个男嘉宾了 已经很聪明了 还是很聪明的 就没想到样板戏 配上 他的唇舌 一样可以 很完美 我觉得已经很完美了 可不可以以后再有这个beatbox 可以结合我们中国的本土元素 比如说中国的一些戏曲元素在里面 现在我们都在搞这种 其实全世界音乐 因为中国音乐是最厉害的 因为它有这么多民族 每个民族有每个民族的小调 然后每个小调还分很多种小调 这元素多元化 对 这些中国的音乐是最厉害的 就是中国人的想法 一直在copy 然后欧美的一些东西 然后不发达 然后才导致今天中国音乐 为什么做不起来 就这种 我自己在这种态度 也不是说官方的 我自己的认为 你看他在玩音乐的同时 他在总结一些理论上的东西 很有想法 那么前为止 姑娘们要继续留灯嘛 请选择 好 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段片子 来了解他的情感经历 我的初恋发生在高中 但是和你们想象的不一样 她不是那种很黑怕 然后有着没定的摇滚女青年 相反 她是那种一头黑发 弹着古典音乐的文艺女青年 说起这段感情呢 我还是很愧疚的 我她认识是我的好哥们给我介绍的 起初帮她参考一下这个女生 不知道为什么 慢慢的 她和我越走越近 怕破坏这段友谊的我 对这段感情一直很躲避 后来我的好哥们成全了我们 毕业之后 她考上了川音 异地恋嘛 然后大家就分开了 其实我感觉异地恋真的是个魔咒 后来在大学我也出了一个女朋友 也是因为异地后来分开了 我现在呢 就想找一个能支持我玩音乐的女生 那你想我要找什么类型的吗 什么类型不要问我 我觉得两个人感觉到了 feel到了 那些条条光光 什么高崴胖子都白扯 我感觉异地恋分手的 除了没有那么坚定的爱之后 我找不着其他原因 不是 因为异地恋会产生很多问题 拥抱的事就可以解决事 但是你在手机 什么那些社交软件 聊天软件 你要放很多 然后文字是冷的 没有什么表情 然后你人是热的 你会做一些表情 让他看到你的真诚 或者什么 那你可以去找他呀 大学生有多少钱可以说 坐飞机去找你的女朋友 然后每年都这样 那玩音乐不费钱吗 太费了 那我们可以理解为你对音乐的喜欢 大过于女朋友吗 这一点说实话 是很多搞音乐的人 他们共同的问题 对 然后这个其实要看哪个女孩了 因为初恋那段感情 不是很支持我玩这种嘻哈音乐 因为她是一个很古典的女孩 她一天就看不到我这种感觉 她就喜欢我这种安静的 然后陪她弹钢琴 就是大家在音乐这条道路上的想法有分歧 然后因为这些事而经常吵架 那你的女朋友必须喜欢音乐吗 也不一定 至少她不反对你玩音乐 对对对 王老师这小伙子给你留下什么印象 他上来以后我的感觉就是周杰伦 他活在自我的世界里 我觉得你现在目前的追求和爱好 是完全融入到你音乐的世界里 你对于现在目前的情感 没有你的音乐 这个占得比重要大 我是这个意思 懂了懂了 好 来姑娘们最后了 是不是要留灯到底呢 请表态 有预展灯为你而留 有预展灯为你而留 那除此之外她还有一个心动女生 她的心动女生是2号 来有请 来小图现在到你的反转机会了 如果说 然后能不能支持我玩音乐 无所谓 因为我 我跟你留灯就是因为我觉得 你身上有一股正能量的感觉 就是其实是好话 就是没心没肺的那种感觉 就是我觉得挺好的 我对这些东西不是特别感兴趣 现在情况很明显 你自己心里有决定吗 已经有了 有决定了 对 我要提醒你啊 如果你选择2号的话 她有权拒绝你 但是你选择9号的话 她会给你牵手 那最后你的选择是 小伙子究竟会怎样选择呢 广告之后答案解晓 还会找比自己大的吗 觉得年龄不是问题 确实 因为我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那我感觉我不像找了一个男朋友 像找了一个儿子 他又给我跪下了 我伤害了这个人 我就很对不起了 当你爱的失去自我的时候 也就是变得卑微了 已经有了 有决定了 对 我要提醒你啊 如果你选择2号的话 她有权拒绝你 但是你选择9号的话 她会给你牵手 那最后你的选择是 坚持 坚持你的心动女生 对对对 好吧 谢谢我们的9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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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我们看一看 你怎么样 让一个对音乐 不感兴趣的女孩 对你感兴趣 然后呢 我就想用音乐来诠释 我的下一段表白 好 来 交给你 我希望你能接受我 我希望你能接受我 谢谢男嘉宾 谢谢男嘉宾 但是我就是比较喜欢成熟稳重一点的男生 谢谢你 谢谢 好吧 谢谢 谢谢2号 小拖啊 你是一个很有胸怀 很洒脱的男生 你未来一定会有很多很多女孩喜欢你的 再见 祝你好运 那如果说场外的我们的姑娘们一下跟小兔取得联系的话呢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因为她的联系方式就在上面 这里是武汉六汉界专利品牌孟金元黄金冠名播出的相亲相爱 孟金元黄金 你绝得拥有 会展成账成 半特区高性价比60至144平米 微豪宅 24小时的安防系统 国际双语幼儿园 首付只要2万即可入住 现在购房 任筹5000 第2万 户户都送苹果套餐 还等什么 抢房热线 51913 三个9 51913 三个9 来 姑娘们把灯亮起 好 如果说电视之前的您呢 想要参与到节目当中 可以拨打报名电话进行咨询 参加相亲相爱全程不收任何费用 好的 那下面这一位呢 我们颜值控的姑娘们 可要灯打双眼了 到底为什么呢 因为下面这位真的很帅 掌声有请 哈喽 大家好 我叫张黄山 今年24岁 目前在家汽车赛店 从事销售工作 来吧 先选一个心动女生 好 选完了心动女生 来吧 我们的各位姑娘们 对小伙子的第一印象怎么样呢 用灯表示 来 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片子 来认识一下生活中的赵航山 大家好 真的有一次还读到过这篇 类似追星的文章 就是说很多女孩 为什么喜欢看韩剧呢 就是因为 现在迫于生活压力 包括她们的生存状态 给她们 每天会造成很多不愉快的情绪 但是韩剧里面的那些偶像 那些剧情 都是她们最渴望 而出击不到的 所以说她们特别喜欢看这种东西 而在电视剧中 抒发自己对现实中的理想 其实你说对了 你到韩国去 其实你看到不都是那样的 那么漂亮的街景 屋里的装饰 人 都不像我们在韩剧当中看到的 但是她们就会把戏拍到 那么完美的一个程度 关键还是有的时候 其实她们的拍戏的东西 也是很空想化的 现实生活中可能不会这样 对对对 所以姑娘们千万别 按照那种空想化 理想化的东西 去要求你的男朋友 我们是实实在在的人 不是偶像 偶像不是生活在 你的现实生活当中的 对 而且电视剧中的偶像 生活中的她 不一定也是那个样子的 对 刚才小飘说 你特别爱光街是吗 我喜欢购物的 那你一个月 现在能挣多钱呢 能满足你的消费欲吗 月薪在三年左右左右 你这表情好像特别 不是 我的购物 我喜欢购物 但不代表必须得买 我只喜欢那种 享受那种心情嘛 就是一顿试试完 谢谢 我不要 但是我看她刚才说 三千多的时候 你好像很不屑呀 你告诉我 你理想的男朋友的薪水 在多少 一万左右 再问其他姑娘 十一号 你希望老公月薪是多少呢 我觉得比我高一点就可以了 你多少 我就是五千左右吧 刘可遥呢 我没说男朋友费也挣多少钱 能养得起我就行 你 这 不是 养不养得起你不重要啊 关键我听说 她有三条大狗 这三条狗 一个月的上万 这个花费 我觉得对不对 那都没有 反正这吃的比我多挺多 反正就挺能吃的 比我败家 不过我觉得有一点 可以征服可遥 就是你在音乐上 你足够让她痴迷 是 我们看到 能够让可遥 为她站出来的那些男生 真都不是有钱人的 对 全都是音乐方面 有才气的男孩 你唱两句 让可遥鉴定一下 那就唱个一次就好吧 想和你笑 想和你闹 想用你动我怀抱 下一秒 红着脸在争吵 下一秒转身就能和好 不怕你哭 不怕你骄傲 因为你是我的骄傲 就这样 她唱歌虽然说 谈不上特别好听 但是至少很认真 我觉得 是 很可爱 对 很专注 很投入 挺可爱的 好 来到目前为止 姑娘们要继续留灯嘛 请选择 好的 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片子 来了解她的情感经历 我有过两段感情经历 初恋发生在我的高中时期 两个人在一起的原因很简单 恰好那个时候 处于情窦初开的年纪 当然 分开的原因也很简单 早恋被老师发现 感情宣告失败 后来到了大学 我又遇见了一个女生 她比我大四岁 那个时候我的朋友 都不太建议我俩在一起 可是我还是依然决然地选择了她 我对她特别好 但是可能是因为男生本身成熟了 就比女生晚一些吧 她考虑的总是很多 有时候我都觉得 做人简单点不好吗 是不是多得有点没有必要了 后来她选择了一个 比我大十岁的老男人 所以我也无法地说 现在呢我就想找一个 简单点 单纯点的女生 那个人 是你吗 刚才你的片中说 第二段感情 找了一个比自己大四岁的吗 所以我想问一下 在以后的感情里面 还会找比自己大的吗 会 我觉得年龄不是问题 有缘分就行 你是觉得她可以让你成熟吗 当时在球场上打球 她看着我 然后主动联系我 但是当时可能外表来说 她觉得我比较成熟 但是相处一段时间来说 她觉得我比较幼稚吧 确实 一般女孩的心理年龄 都会比同龄人要 大概高个三四岁左右 那她比你大四岁 比你高好多 最后了啊 姑娘们 要不要留灯到底呢 请选择 好 接下来你有一个选择的权利 可以是你的心动女生 也可以是你沟通之后 觉得跟自己比较合适的女生 进行交流 选择谁呢 心动女生 好 坚持了心动女生 她的心动女生是 八号 有请 小伙能否成功牵手呢 广告之后答案揭晓 然后就是当时我的眼泪 就是止不住往下流 我伤害了这个人 我就很对不起了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 一个人为另一个人割腕了 一个人为另一个人 怎么怎么样了 你觉得这是表达 我对你死去活来 其实她看低了 这就是不对等 来吧 航山 面对心动女生 有什么话要说 你为什么没有灯啊 我能看得出来 觉得你挺 心里挺幼稚的 不成熟 我喜欢成熟的 我喜欢霸道总裁范 能管得住我的内容 但是男人都成熟 需要有一个过程 难道你不想 让你亲手培养的一个男人 渐渐成熟 能够反而照顾你吗 要跟你这个要求 你这个要求 我觉得那样太累了 那我感觉 我不像找了一个男朋友 像找了一个儿子 我刚想这么说 我可能只是 上过这种台比较少吧 所以第一次来比较紧张 其实我台下也挺活泼的 这个我觉得成不成熟 我们可以试试吗 我没有太多关系 真的 我觉得 那我尊重你嘉宾 对于刚才我对大鹏的笑 大鹏还有反驳我的理由 确实 因为我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怎么成长起来的 其实我也吸收了很多 就是能够 我觉得能有自己 渐渐成长的一个过程 能够到这种状态的话 它有这个功不可没的功劳 所以你这个之前的那个女朋友 也会非常有成就感 一手栽培出来了一个男朋友 我觉得这个前提是必须是有爱 因为有爱它愿意为你做一切 它愿意陪伴你 愿意看到你的不足 愿意指点你 愿你共同荣辱与共走过去 如果这个情感和前提没有 那么谁愿意找一个 我需要培养 需要塑造 需要怎么样 尤其女孩需要一个被人宠 找一个如父兄般一样 捧自己爱自己的人 是不是我觉得这个 对现在90后的孩子 这个要求有点过高 所以真的要是没有感觉 那这个还真不能强求 大鹏应该说你是很幸运的 他造就了一个多么优秀 复合型人才的一个主持人 是 杭山 女人内心再强大 但是作为老公来讲 她还是希望老公能够给她呵护 因为生活当中 要经历的坎坷太多了 回到家 女人是希望有一个港湾的 所以希望你更快地 让自己变得强大起来 男人起来 再见 好 如果说电视机前的您呢 想要跟杭山举的联系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因为她的联系方式就在上面 这里是无汗料汉捷专利品牌 梦京元黄金冠名播出的 相信下来 梦京元黄金 你值得拥有 高性价比 60至144平米 微豪宅 24小时的安防系统 国际双语幼儿园 首付只要2万 即可入住 现在购房 任筹5000 第2万 户户都送苹果套餐 还等什么 抢房热线 51913三个9 51913三个9 来 姑娘们把灯亮起 今天呢 说出你的故事这个环节 我们想来了解一下 新来的姑娘 她们的一些恋爱经历 吴雪迪第一次来 想聊聊你之前的感情经历 我之前呢 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就是其实我是不爱她的 我是一个特别容易被感动的人 然后这个人呢 她大我三岁 后来就在一起 没多长时间的时候 发现 不爱就是不爱 就是没有办法去将就 然后我就跟她说分手 但是她特别喜欢我 然后她就在 我俩 我跟她说分手的那个 在一个商场门口 她就给我跪下了 然后 然后就是当时我的眼泪 就是止不住往下流 但其实并不是因为舍不得她 或者是说真的喜欢上她 只是觉得 我伤害了这个人 我就很对不起了 到现在我还记得 这大概是四五年前的事情了 当对方 他有卑微存在的时候 你们两个人心里就不够对等了 所以说 就是两个人在一起 一定要互相欣赏对方 对 关键就是那一点 我觉得那首歌特别好 不将就 爱这个字有一种解释 就是彼此之间的一种崇拜 以前我们会觉得 这说得有点高了吧 我好像不是说 特别特别崇拜的 其实不是 这种崇拜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 你不要在对方面前 做得卑微 你一定要让他觉得 你是值得尊敬和欣赏的 这样两个人心里 才是平衡和对等的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 一个人为另一个人割腕了 一个人为另一个人 怎么怎么样了 你觉得这是表达 我对你死去活来 其实他看低了 这就是不对等的 对 当你爱得失去自我的时候 也就是变得卑微了 对 好了 那大家整理我们的情绪 让我们自信地爱起来吧 那下面这位小伙子呢 有点特殊啊 因为他们是 夫子一同来相亲的 夫子来相亲 好 到底什么样的 来吧掌声有请对队父子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杨旭 今年27岁 来自哈尔滨 我是一名燃气务师的汉工 这是我爸 他也是单身 我来一起来相亲 听导演说了 杨旭呢 是想自己来 然后呢也觉得心疼爸爸 单身那么久了 是吧 是 也想借这个平台告诉大家 我爸也是单身 场外的合适的阿姨 跟我爸联系一下 对对对 可以 您不是想找年轻的 是不是 对啊 很想谈你 对我们理解是这个意思 然后呢 今天跟大家这个 简单见一个面 你们身边有什么阿姨啊 单身的 可以跟咱们叔叔联系一下 爸爸先到旁边去休息一下 一会咱们再给儿子说两句话 好 那来吧杨旭 先选一个心动女生 好 讲完了心动女生 我们的姑娘们 对杨旭的第一印象怎么样呢 用灯表示 来我们通过短片 来了解一下 生活当中的杨旭 大家好 我叫杨旭 一个标准的东北汉子 我是一名电汉工人 工作到现在 大概有十年的时间了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 父母都是很朴素的人 记得有一次 我在外工作 突然接到家里的电话 喂 爸呀 怎么打这么多电话呢 找我有事啊 喂 儿子 你和你大哥 赶紧快点换回来 就是那天 妈妈发了新歌 我和大哥 从中忙忙赶回去 也没能见到最后一面 这件事情 让我非常的遗憾 妈妈走了以后 的那段时间 我总是觉得 生活没有了希望 整个人也提不起精神 我现在的工作 也不那么忙了 收入也不低 所以现在想考虑撑家了 可能因为我职业的关系 接触到的女生 特别的少 所以这二十多年来 我只有过一个女朋友 一三年的时候 我就报名参加过 这一次节目 节目播出之后 确实有特别多的人 给我打电话 在众多人选中 我一眼就认见了她 我们在一起 相处了有一段时间 可是我这个人嘴笨 遇到女生就不会说话 想好她又很文静 所以每次我们约会的时候 气氛都很尴尬 所以越是这样 我俩越无话可说 慢慢地也就分开了 这几年一直忙于工作 所以一直单身 所以这不又想你 想你很爱了吗 我现在想找一个 性格开朗一点的女生 爱熟爱笑的那种 因为有你 我的生活会变得更加精彩 我说嘛 看杨旭有点眼熟 原来是在我们当年 相亲相爱一开播的时候 你就来过 以前来过 然后呢 这次是又带着爸爸一起来 双双寻找心仆来了 嘉宾你说你跟女生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不愿意说话是吗 对 就是两个人约会的氛围 得女生来带动是吗 差不多这个意思吧 杨旭上一次 通过节目已经有人跟你联系了 所以你应该说是 在相亲相爱里边 是一个偏德的人 有第二次来的机会 尤其呢我们编导特别感动于 你对父亲的一片孝心 也希望爸爸找一个 所以那个现在我想让爸爸 用最精炼的语言 来推荐一下你的儿子的优点 来 我的儿子挺优秀的 挺能干的 挺孝顶的 一个月八九千块钱 有收入这么高呢 收入还行 然后叔叔你 那您现在是做什么 我个家地也不动卖了 一年地买个两来块钱 是地保出包啊 包出去对 您一年有两万多的收入 两万两块钱 您多大年纪 五十七 想找什么样的 就是不嫌弃我这个家 就是什么 反是吃喝 我的吃喝反正就不愁 好 就富与子两个人 对生活的要求 其实都不高 对 就是只要对方合适就行 也不需要你有什么 对 对 来吧姑娘们 是不是要留灯支持杨旭呢 请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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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接下来杨旭 你有一个选择的权利 可以是你的心动女生 也可以是你 聊过之后呢 觉得跟自己比较合适的女生 进行交流 心动女生 心动女生 好 她的心动女生是 13号 请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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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不是认识 我以为是外国人 真的 咬字方式很洋气 来呀唱一个 你停在了这条我们熟悉的街 不住你的魂 陪我幸福过一生 不住你的魂 陪我幸福过一生 我们是不是认识 我刚在哈尔滨上班 还不到一个月 那不好意思 因为我以前就像 也叫江南 他是做美发的 跟你这个身高还有长相 发型都一样 所以我选你 这人和人的差距 就这么不容易分开吗 长得太像了 真说实话 真的像 大众脸长得 没办法 不是真的不认识吗 我是做婚礼的 我真不认识 那个女朋友 出了多长时间 我二十天 二十多天 那出了那么多天 这两个人 都不是双胞胎 你就这么不容易区分 还是你在用一个小方式 来追求女生啊 别激动啊 毕竟确实是真实话 反正时间也长点 好几年了 真是一模一样 连名字身高 还有长相 都感觉太像了 是不是姐俩 我想问一下 你是什么星座的 杨丽是一月二十八 一月二十八 水瓶座 你是什么星座 我是处女座 哎呀 处女帮水瓶吗 天天 然后除此之外呢 你觉得这小伙怎么样 觉得他挺真诚的 可以了解了解 可以了解了解呀 加油啊杨迅 你大声地问一下他 你愿不愿意跟我走 咱们互相了解一下 可以 我就觉得肯定是说 他跟他之前 那个女朋友一模一样的 这个话打动了你 其实还是主要是星座 那是一种心理暗示 但是合不合适 跟星座无关 跟你们两个人 是不是志趣相投 三观一不一致有关 没错 刚刚我和叔叔 看到这个自己儿子 牵手的时候 都激动地站起来了 来来来 老敌人过来 哎呀呀呀 过来过来过来 来叔叔 来 有请叔叔 叔叔 现在儿子 现在牵上手了 是不是放了一下心了 可以想自己的事了 对 祝福你俩子 下次你来的时候 我依然会陪着你来的 咱们下次还来 这个节目太好了 好 很感动啊 今天父子两个 都来我们这个 相亲相爱的平台上 真的是给你们带来 不一样的幸福 谢谢老师 所以共同地祝福 你们父子俩 包括祝福江南 好人一生平安 谢谢老师 幸福长相伴 好 来送上我们的祝福 今天啊 杨旭在节目上签入成功 那叔叔 我觉得下次 我希望您来的时候 也像儿子一样勇敢 来 祝你们全家幸福 谢谢 这里是无汉料汉街专利品牌 孟杰黄金冠名播出的相亲相爱 孟杰黄金你值得拥有 高性价比60至144平米微豪宅 24小时的安防系统 国际双语幼儿园 首付只要2万即可入住 现在购房 任筹五线低于2万 户户都送苹果套餐 还等什么抢房热线 519133个9 519133个9 来 姑娘们把灯亮起 如果说电视之前的您想要参与到节目当中 可以不打包名电话进行咨询 参加相亲相爱全程不收任何的费用 好 下面这位小伙子 从小是闻着老干妈的味道长大的 到底为什么呢 来吧 掌声有请 大家好 我叫罗天 是从事教育工作 就是以色教育工作 大家听我的口音啊 可能觉得 我是四川人 但是 我是来自贵州尊义的 和一号男嘉宾 是同一个地方的 姐 你知道吗 她那个自我介绍做的 就根本听不出来 她是一个南方人 你哪天你回家看那些事情啊 你听一下 她那个自我介绍就很外国人 我以为是外国人 真的 是 经常有人 就是我打车的时候 别人问我 就我和别人说方言的时候 就说你是韩国人吗 我说不是 咬字方式很氧气 来 那接下来 选择一个心动女生 大鹏就是模仿一枪 来 好 想完了心动女生 各位姑娘们 对罗天的第一印象怎么样呢 用灯表示 好 通过一个短片 来了解一下生活当中的罗天 好 通过一个短片 来了解一下生活当中的罗天 对leich好 不要了解一下 好 整理灯 槽 好 别스러워 对 她的歌是她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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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斌 你剛才短篇裡說 你聽到音樂就能唱 唱什麼 BBOX嗎 流行音樂 來呀 唱一個 What would I do without your smart mouth Jowing me in and you kicking me out And I'm so dizzy 这首歌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名字 都是我 唱的是什么跟大家说说 就是Join Legend的All of Me 所有的我 都是我 不对吗 我拍得很没问题 男嘉宾你好 你是贵州的 你感觉我们东北女孩怎么样 首先从外形上相比 就是南方的相对要娇小一点 玲珑一点 然后北方就是比较大气 八号是安徽的 对 所以他刚才说的那话 就特别不同意 南方也有长得比较 不小鸟一人的那样 有大气的 对 有大气的 袁清清还真是大的方方的 我相信你在你家那边也是大个女孩 对不对 骁龙大了 你看 你想问这小伙子什么问题 你来东北找女朋友 有没有考虑过距离的问题 就是结婚之后定居在哪里呢 是在东北还是说回贵州呢 还是说工作在什么地方 就在什么地方定居呢 说实话我不是一个 就是太愿意去考虑很远的事情的人 就是我俩 但是这个问题很现实 你必须得考虑 很现实 但是我俩 就是我们两个走到那一步了 我再去考虑 如果说我们两个没有走到那一步 我不会去考虑的 感情到位了以后才考虑这些东西 对对对 好 来 目前为止 姑娘们要继续留灯吗 请选择 好 那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被分手的经历 就对方什么也没跟我讲 然后就突然不理我了 就特别奇怪 以我自己的判断 我自己的事情来判断的话 我觉得就是对方 可能觉得我不够好 但是也不会说是 说很重的话去伤害我 我觉得分析挺有道理的 我想知道男嘉宾嘛 他瞅上去特别可爱 我想知道你女朋友 都是什么样的性格 我以前的女朋友 就是有大大咧咧的 也有那个很文静和可爱学霸 总觉得他身上的这种艺术范儿 没有展现得很透彻 再来一点吧 尽兴的好不好 好 没有问题 来 舞台交给你 好 最快乐的时光 好 来 罗天 你把话筒递给这个姑娘 我想听听姑娘的感觉 唱得挺好听 有男孩单独为你唱过歌吗 没有 没有 这是第一次 那你对他说你的感觉 从歌中中听出来 觉得你是一个就是 很真诚的一个男生 也很用心的 罗天 你怎么这么多姑娘当中 把她给拉出来呢 就是第一眼就觉得挺喜欢 然后想要去了解 我希望她能给我这个机会去了解 那你想了解她什么 你直接问她 你喜欢我这样的男生吗 我第一轮的时候灭灯了 但是就是从后几轮的 就是你唱歌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而且你第一首唱的英文歌 还有这首歌也是我比较喜欢的 能牵你的手吗 小伙儿能否成功牵手呢 广告之后答案揭晓 能牵你的手吗 直接跳过了我们啊 那不是人家让姑娘明白 你这个牵是就牵着她唱歌 还是说牵着她走 带她走 姑娘可以吗 可以啊 哎呀 又学了一个泡牛的招是吗 不 姐你错了 这是我八年前使用的套路 乐趣的最后表白的环节 直接唱歌 我刚开始我就刚才去想说 罗天同是这个贵州的人 你真的没有一号男嘉宾 从容内心强大 你还有一点太多的羞涩 我一直在为你担心 但我发现啊 老年人讲的好 就是捏萝卜 辣心 出手文准狠呢 把咱们三个都跳过了 我们这样我们也公布一下 其实罗天的心动女生 还真就是五号 就是五号 他兄弟一号男生 来 你一起上来 一起上来 亲和一下来 你哥们牵手了 怎么样啊 小彤 挺为他开心的 但是今天你在台上啊 你跟他比的话 你是一败涂地了 我在现实生活中 也经常败给他 真的假的 但我觉得我告诉你啊 在台下 我相信你会有 不资于他的缘分 也许会盖过他呢 那必须的 以后希望你们 多多地用你们的音乐 你们的才华 去为理性制造更多的 好听的音乐 谢谢 好 来 送上我们的祝福 来 照亮相吧 一起照亮相吧 来吧 带你一个 沾沾喜气嘛 好的 也希望 未来的生活中呢 能够用更好的音乐 更多的感情 去爱身边的人 祝你们幸福 今天呢 我们有两队牵手成功 这里要祝福他们 也要感谢 无汉料汉界专利品牌 孟杰黄金 对我们的冠名播出 孟杰黄金 你值得拥有 感谢银影 美容美发化妆 摄影学校 对我们的形象打造 感谢王老师 辛苦了 2016龙氏文艺频道 携手金麦狼 共同推出 面向全省12个地市的 大型相亲活动 6月25号 文艺频道主持人 将来到哈尔滨 忽兰区教堂广场 与您相约 本次活动 由量大多半童 选对了好开心的 金麦狼一同伴 全程赞助支持 在此呢 我们也提示大家 每周六晚上的 8点10分 是大型创业婚礼秀节目 幸福制造的播出时间 在那里呢 原哲 有才 大鹏 陈炎 周围 我们众多的主持人 还联合我们 相亲相爱和大成小爱的 人气女嘉宾 为您打造 一个个创意婚礼秀 非常浪漫了 没错 不见不散哦 好 也期望大家 每天晚上的 6点50 收看文艺频道 相亲节目带 2瓶 7点50 7点50 5 5 7点50 3 4 7点 monk